华为诱惑5G大单,没人能阻挡,任正非正在用实力说话。 近日,为了扩大针对华为5G技术的围堵之强范围,拉拢更多盟友站到同一战线。 美国开始在欧洲四处出击,国务卿展开中东欧访问之旅,一路走一路要求相应国家加入抵制阵营。 同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,美国也不放过任何机会,会上大声呼吁欧洲各国一起行动起来,保护自身信息安全。 不过很显然面对美国的护育,并没有太过的国家负荷。 同时前期一直支持华为的五眼也濒临破灭,五眼分别是英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还有某国。 不过最近这几个国家已经相继不再跟随某国的脚步了,除了澳大利亚一直坚持跟随之外,其他几个国家都相继出现了动摇。 以这样的速度,华为5G订单将在一段时间内超过爱立信和诺基亚。 这也意味着华为在全球市场的五颗地位。